华为给了美国一个最响的耳光,任谁也没想到,没有预热,没有广告,没有说明,甚至手机相关的参数信息都没有,在完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,华为Mate60直接就在自己官网上开售了,华为开售果然被广大花粉给一秒而控,这是什么套路,这是反美套路,是反击的套路,华为这么干,是因为中国有个非常著名的典故, 2011年1月11日下午1时11分,五国新一代隐身战机歼20,经过18分钟的空中飞行后安全落地,这标志着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歼20首飞成功,中国当时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,因为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当天访华,为什么在美国防长盖茨访华时实现歼20首飞,因为此前盖茨曾贬低中国, 称中国的歼20隐身战机在过10年,也无法实现首飞,结果中国就在盖茨访华当天首飞,狠狠地打了美国防长的脸,华为这一次也是用了同样的方式,狠狠地打了美国的脸, 因为就在华为发布新机Mate60的时候,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正在访华,这一个耳光打得简直太响了,在我看来,美国对华为制裁的有多狠,华为这次耳光打得就有多响,华为这次发布的Mate60虽然没有公布任何参数,但已经有网友拿到了真机,并且确定了两个重要信息, 一是芯片是麒麟9000S,用第三方软件检测才能看到,二是手机上不显示5G信号,应该是系统专门对此进行了评比,但通过网速测试软件测试,根据下载速度判断是5G手机,美国制裁华为就是想利用自己的部分技术优势,把华为这家企业给掐死, 它用最严厉的手段制裁了华为,使得华为无法使用任何美国技术,无法使用美国高通的5G芯片,在5G射频元件级芯片方面,美国等公司垄断了关键技术,这使得华为无法获得供货, 那么现在华为的手机用了麒麟9000S,说明我们自己已经可以生产高端芯片了,大家纷纷猜测麒麟9000S是7纳米的工艺, 同时既然网速达到了5G水平,那大概率国内已经解决了射频芯片,华为在美国商务部长访华时,突然毫无征兆的发布了5G高端手机, 这是对美国的一次最响亮的耳光,实际上也已经宣布了美国打压封锁华为的失败,华为抗争美国的胜利,是中国对美在赢一局, 在我看来,美国现在遏制中国所剩优势已非常之少,总的来看也就三个点,一是科技领域的竞争,核心点就是芯片之争, 如果中国赢了,美国打压中国的经济基础就彻底没有了,如果华为最新发售的Mate60被证明是5G手机, 那意味着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,美国在科技领域对中国的打压最核心的点,就被中国突破了, 二是军事能力的竞争,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快速增加高端军备的存量,这方面我们与美国还有差距, 但是我们在军事科技领域正在全面追赶美国,在局部领域已经实现了超越, 这方面我们只是需要一点时间,三是政治外交层面,我们虽然在尽力避免新冷战爆发, 但我们也在做好应对新冷战爆发的准备,快速扩容金砖国家和上河组织,就是在为新冷战做准备, 只要我们在这些方面做好了,稳住与东盟中东和非洲的关系,新冷战不打自已,打了我们毕省, 在这三个方面中,我认为科技领域的竞争是最重要的,也就是说中美在芯片领域的斗争是最重要的, 只要中国实现突破,美国无法再在芯片领域卡中国的脖子, 中国就能利用我们的规模优势,彻底击溃美国的封锁, 一旦美国芯片方面卡华为失败了,那在卡中国脖子方面就彻底失去了战略主动, 以后美国防守恐怕都要防不住了,所以不要小看这只是发布了一个新手机, 却是狠狠地出中了美国最强的软肋,华为的反击来得太不容易,太可歌可泣, 华为手机本来已经全球领先,整体性能上已经能与苹果抗衡, 甚至一些方面已经超过了苹果,所以华为不但在中国高端机方面, 抢苹果市场抢得厉害,在欧洲也是一样, 结果美国霸权制裁,不允许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口芯片, 不允许台积电给华为代工高端芯片, 生生地把华为的发展速度给遏制了下来, 美国本想把华为给扼杀掉,可惜中国太强大, 华为太给力,它做不到, 为了生存,华为不得不将自己的荣耀品牌给卖掉, 为了实现技术突破,华为组建了一个个的技术突击队, 功夫不负有心人, 3月17日,任正非在华为公司南提街榜火花奖专家座谈会上宣布, 华为用三年时间内,完成了13000夹克器件的替代开发, 4000家电路版的反复换版开发, 4月,华为有举办了MyTap管理系统的发布, 许多设计工具也上华为云公开给社会应用, 任正非强调,上述管理系统完全使用华为自己的操作系统, 数据库,编译器和语言, 而据公开资料, 从去年12月开始, 华为已连续发布了一款软硬件开发工具和服务, 并已切换到自己的工具上, 也就是说, 美国逼得华为自力更生, 然后一步步把美国的优势给替代掉, 不但包括原器件, 电路版的研发上, 甚至把ERP系统也换了, 整个全是自己的操作系统, 数据库, 编译器, 语言, 说白了, 整个产业链条, 华为基本完成了彻底去美国化, 华为能完成彻底的去美国化, 也就意味着中国高科技企业能实现去美国化, 中国能完成去美国化, 美国却不太可能完成去中国化, 因为美国的经济已经空心化, 实体没了, 产业没了, 所以本质上说, 中国对美国的全面反攻就要来了, 只要美国卡中国脖子的最得力武器没有了, 中国对美国就将形成越来越大的优势, 这样的华为可谓是可歌可泣, 太给中国人长脸了, 像当初美国制裁华为之时, 多少人认为华为就要倒了, 然而华为依靠国家和人民, 在美国的权力打压下不但还站着, 现在反而还要突破美国封锁了, 这个其他国家都完不成的任务, 竟然被一个企业给完成了, 在与美国进行斗争的过程中, 华为以一家企业之力, 背靠着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, 竟然能与美国政府抗衡, 如果不发生谁能想到, 谁敢这么想, 赏文作家都不敢这么写小说, 美国政府打压滑到了多么无耻的地步呢? 为了让军人出身的华为创始人屈服, 竟然悄悄地计划半年多时间, 在2018年12月1日, 派加拿大逮捕了孟晚舟, 然而美国失算了, 任正非妇女没有屈服, 华为没有屈服, 虽然任正非妇女没有屈服, 但美国政府对华为的制裁却越来越严厉, 面对美国的制裁, 华为用一个一个之前制定的备胎计划成果来应对, 一次一次的反击美国政府的打压, 虽然最后美国用了极端手段, 让华为遭到了几乎难以逾越的困难, 但最后华为挺过来了, Mate60只要被确认为5G手机, 那就是对美国最强的反击, 就是设在美国心窝窝上的一根利剑, 华为正在代表中国对美国科技霸权实施最狠的反击,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, 看看华为接下来给美国多少惊, 给我们多少喜, 时间不会很长, 就会有一系列答案揭晓, 华为发布一款手机应该只是个序幕, 这次雷盟多访华, 一定会带着苦思反美。